小孩只剩下一个科隆了 对面日本M大师还有两滚满血 二打一 不好打小孩生龙两次 接一气朝比杀 打掉对方的四百一的血量之后呢 小孩再次发起了进攻 科隆这个角色也又来了双双带一气 追加 但是来不及了 又赢了 简单突破啊 这招就是莫奖啊 哎呀太给力了 继续来看这场对决 来自于小孩对战 日本M大师 加油 科隆是小孩的手底大将 对面也是科隆手底 哇 牙齿 一个 两个 来看一下库拉对战 库拉同样的角色 他们两个 手发同样角色 手底也是同样角色 先锋是库拉 大将是科隆 哇哦 一波跳路带板边小生龙打不死这里但是对方血量也生也是躲上无击了感觉M大师 好了继续来看场对决来对小孩的库拉对战M大师的牙刀 牙刀卡牌发起一眼的反击 中腿逆向成功了小孩判断失误这个失误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他还有两管 日报两管还有不到两个了一哥了 加油啊小孩 蜘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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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蜢蜜蜜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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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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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生龙给了小孩一个绝佳的翻身的机会了 要送他上路了 这么多的气流干什么呀 是不是啊 m大师现在来看一下 二一生龙太远了没法确认第二次生龙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了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洪多哥游戏解册正在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全黄十五这场中日对抗战的尾声了啊 决赛部分了 中国队的队长小孩出战他有最后的四个B啊四条命 那么日本队还有两个人呢一队师徒啊徒弟先上 徒弟拉格亚手上还有两条命 加上他师傅m大师啊m大师是四条命 加起来是四个B打六个B 小孩的首发是选择库拉对战拉格亚的首发尖尼特 那么做成了阿珍 尖尼特刚上来把小孩打的也是有点有点挠头啊 现在又开始把几牛了双方的血量差一只差了一个半的体力了 不过现在小孩在血量上优质 而且队外上来说他现在也加满一气了 哇这个 EF生龙对空完美啊漂亮 这个EF生龙啊相当的准啊 来看看接下来这场对局非常精彩非常关键的对局了 扩拉的来打对方的牙刀 牙刀虽然说经过版本的更新调整被削弱了一些 牙刀大跳中的压力向偷下盘三青腿之后再EF连准费 小孩即使用重拳来抢招但是没抢制成功 前章中下盘好好打对方也乱动百万大匹争气跟上去 哎呀 感觉他们两个好像有点卡 牙刀还是想大跳中的压力向小孩盘三青腿 再次被牙刀抢招成功 反变五眼色龙抢招 好 对准冲击追加上去之后 对方血量跟他又差距不是很大了 跳中拳小跳压力向 但是小孩这个确认出现了一个失误 目前小孩血量已经是反超对方了 但是不要掉进行街 对方牙刀手上还有这么多的资源 跳的力压制 不断利用自己的鞭腿来牵对方 完了小孩下盘是手 哎呦 前冲被对方一个战青拳点到 咱们这边马上到后背后背也两点钟了 但是日本那边是凌晨三点了 我打出慢点过来了 色龙没了 想要什么 好吧还是上库拉啊 还是让人上库拉 还是让人上库拉 这把应该说能拿下拉格亚了 现在只要两个小秒 绝 Book 他不要打睏了 他有没有189啊 爆出口了说啥呀 听不懂啊说太快了 我没听清楚说啥呀 有没有广东的朋友翻译一下 广东的朋友 这里吧 希望还蛮大的 起码干掉的地方的两个人了 小儿子的七加射 现在就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以快打快 以速度换取对方的破绽 哇靠对方要点点了 没有点点了 对方的气已经消消失掉了 小孩体身抓一个飞头 想踩中转 对方体身在头 滑铲武器的克隆 顶住啊兄弟 还有机会小孩这里 五个